你爸爸妈妈生一门的时候 每天你在哭在闹 都是笑着跟你讲的 但是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或者是可能拿东西拿不好了 吃饭吃不了了 我想到那画面 我想到现在很多人 对父母亲的 当他老的时候不耐烦 就是有点厌烦 或者是没有耐心 这个东西让我感触很深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乃哥 我是徐乃琳 其实我父母亲 时代背景不一样 他们可以讲说 颠沛流离到台湾来的 我母亲当年在大陆 他也没有受过教育 那我父亲是根本不是军人 他是莫名其妙的 被挤上的军舰 所以我父母亲 来到台湾 其实真的身无分文 所以其实他们两个 根本能够生存下来都不简单了 当时他们军人 一个月才几十块吧 那个年代了 后来几百块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过日子了 我父亲一年我看不到三次 军人嘛 中秋端午过年嘛 所以我妈妈为了生计 我从小学四年级 就跟着我妈妈打联工 以前我们去拔花生 或者是剪铜线 或者是剥种业 做了太多杂工了 跟着我妈妈去清鸡份 我妈妈还要帮公鸡取经 那时候要做种鸡配种 我妈妈手上全部是公鸡的爪印 爸爸妈妈其实也不用跟我讲什么 我从小就知道 我将来要努力赚钱 要照顾我家里 要让我爸爸妈妈过好日子 我妈妈在104年 那时候得胆管癌 所有的医生都说 乃哥你妈妈最快就三个月 再拖也是半年 这中间我求神拜佛 我用尽我所有的心力去照顾我妈妈 我妈妈当年在加护病房的时刻 我每天早上7点钟 就是像这样的椅子 坐在我妈妈的床边 坐到晚上11点 我妈妈眼睛一张开 就问护士 我儿子呢 所以他一张开就要看到我 他不看到我 他就完全没有办法 就吵着要见我 人家常常讲说 人到老了 那个最难堪的 你要给护士 给一个陌生人 拔屎拔尿 我告诉你 都是我在做 我妈妈不让别人做 真的怎么熬过来 我都不敢想象 我怎么可能是 每天早上7点 做晚上11点 我也不敢想象 然后呢 我妈妈很奇迹式的好了 我妈妈还出国去玩 完全跟正常人一样 回复到完全的健康的状况 然后时间又过了四五年 所以他呢 当时那个小管 小肠呢 可能又堵塞了 那医生就说 乃哥 这也没有办法再开刀了 所以我妈妈 那个时候 就开始恶化 我妈妈走的前一两个月 过得非常非常辛苦 我当然还是很尽力地 想要去挽回我妈妈 能够 哪怕多挽回三个月 半年 一年 我都愿意 包括我妈妈要走之前 我都不愿意面对 我都不愿意面对 医生告诉我 乃哥 妈妈这一次真的没有机会 好 我也觉得不要让你妈妈 再受太多的罪 受太多的苦 我妈妈走前半个月 我才去面对现实 才开始去找墓地 因为我妈妈告诉我 乃琳啊我以后走以后 你千万不要烧我啊 烧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因为她怕火化了 后来我妈妈走了 才用土葬的方式 安葬我妈妈 哎呀 我就讲说 也不用讲什么我爱你 从年轻 我对妈妈的爱 我对妈妈的每一份 我像我妈都看在眼里 所以我妈逢人就说 哎呀我们家那奶云啊 多好多好 我说你不要你妈 逢人就讲 所以我跟我妈妈的感情 那也不用讲什么我爱你了 到现在 虽然妈妈离开我几年 我无时不刻 还是会想到我妈妈 就是我经常想说 能够去看她妈妈 还能够抚慰一下我们的心 思念妈妈的心情 手机的页面 就我跟我妈妈的合照 我那天看抖音 我看到一个影片 一对父子到了公园 一个长凳 两个一坐下来 那个老爸爸突然看到这鸟飞过去 他就问他儿子说 儿子啊 那这鸟是什么鸟 他儿子说 是麻雀 爸爸呢 隔了可能十秒二十秒 又问 儿子啊 刚刚那个鸟是什么鸟 儿子说 是麻雀 隔了一下子 爸爸又问他了 儿子啊 那是什么鸟 儿子不耐烦了 你知道吗 大声的吼 我告诉你那是麻雀 爸爸还没讲话 起身就走 过了一会儿 拿了一本日记来 他说 在你小的时候 你压压学语的时候 你问爸爸 那是什么鸟 你爸爸说是麻雀 你问了二十几遍 爸爸每次都是开开心心的 告诉你说 那是麻雀 这是我儿子一听的 抱着他爸爸 我这个东西 让我感触很深 你爸爸妈妈 生意门的时候 每天你在哭在闹 都是笑着跟你讲的 但是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或者是 可能拿东西拿不好了 吃饭吃不了了 你可能就不耐烦了 你可能就没有耐心了 我在想想看 我都曾经有过 我曾经对我爸爸 对我妈妈 我想一想 也有过不耐烦啊 这种口气 这种表情这种态度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 我看到这段影片 很有感触的原因在这里 我常常跟孩子讲 我说 养儿方之父母恩 所以我就说 你们要珍惜 你们要真的 懂得懂得爱 懂得父亲 付出 是为了什么 也就希望你们更好而已 我觉得现在一个 时代不一样了 应该讲 整个的世代跟以前 我觉得都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现在人 要表达孝心 其实来讲 也不需要做太多 能够每天 面告父母 不管是出门 或者是回家 或者打通电话 我觉得那就已经是孝顺了 第三届旺旺旺孝心奖即将开始了 孝顺不只是陪伴 我们要知道 父母心真正需要的爱 欢迎大家透过 继续创作及影片 来表达对父母的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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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